晚上好 各位 今晚的主题 不要对恶人心存善恋 刚出了一篇文说 宁愿吸富人帮忙 也不要吸红人办事 这些人生经历就会很明白这句话 很多人都喜欢蹬起头去 穷人都会吓好人 不是所有穷人都是坏人 东西都要这样说 这样说就没办法 那你就吃下屎 也不用看我这条片 因为这样说是无私 说得两种人 一种就是真心教 一种就是你自己四五十岁 一事无成 一个崩都没有 怕女生听完我这些片子 不选择这些穷人的男人 我这里就说 帮了一个有钱人做事 这个人怎么都会记起心 一定会回你一份礼 有人情 找到钱的人 通常都懂得这些人情世故 但你跟一个穷人办完事 你放心 他一定觉得你是应分应该 你找到钱 你聪明 你送钱给他也没用 你这么多资源又我没有 你帮了我 那又怎样 这些都是很一般会听到的 你们其实有这样的经历 你都会很明白的 你扶一个人 或者你觉得你帮他 但是别人 会觉得你是应分人 你这么多钱 你大把钱 是吧 你跌少少给我 我为什么要回报你 所以这些人就会继续是穷人 其实恶人 真的在穷人堆里面是最多的 你们很喜欢说 你们是不是 你尋疑 你要把这些东西分开 把穷和有钱对立 其实在做这件事就是你们本人 你想想一些普通阶层 你最喜欢做什么 就是逼小孩读书 逼小孩入大学 入大学 一定要入大学 读书好 对吧 将来带个养父母 不要像父母那么没用 一定要读书 读书 读书在结果是什么 就是找到一份好工 然后你希望他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做律师 做医生 然后找到钱 你想去进一些好的学校 为什么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说 差的学校都有好学生 差的学校都有好的老师 你为什么要考Band 1 为什么不考垃圾奴地产学校 读不成书 都可以赚很多次 你看谁谁谁 全部都读不成书 绝学 那些首富全部都不读大学 那你为什么要逼小朋友读大学 为什么你们又不会这么想 一说到这些这么折充 这么直接的 你就立刻说 哎 窮都有好人 你们看自己在做行为 做什么动作 为什么要逼小朋友读书 为什么这些华人社会 那么喜欢逼小朋友入大学 你们都很想他们将来找到钱 想他们的祭遇不同 认识不同的人 不要走回自己的路 哪怕你的孩子的基因 完全是继承你和你老公 但是你都会希望他会不同 他会与众不同 他可以活到我活不出的人生 是吧 为什么你不叫他入黑社会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黑社会一定有好人 那你不推小朋友入黑社会 是吧 为什么你又叫他不要认识坏人 你们觉得坏的人 其实里面都有好人 为什么你们不断地要你的兽子 脱离原本他们的草根阶层 要他们聪明 要他们找到钱 你们又是秉持我一直在说的这个话题 只不过你们不敢认 不敢说出口 因为这样说出口 不行 那就是踩上自己 是吧 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 所以你怎么敢说出口呢 我这个就说和00后的年轻女生说 是我观众的记住两样东西 00后现在最大的都是丫头 第一 绝对要以貌取人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女孩子们你要记得一样东西 直觉会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越弱 小孩子十多岁的直觉 你们年纪的时候是最强的 你们见到第一眼 那个感觉就是真的 不要去质疑自己 尤其是女人 就算年纪稍大的女人 你的直觉都会强的 不要常常摒弃自己的直觉力 拿着自己的直觉力 相信自己的直觉力 你的直觉会越来越强 还有呢 要相信这个上游深深 如果你见到一个人 你觉得就可以了 你觉得样子坏 你觉得周身不聚在 你觉得看着不舒服 不喜欢她的声音 不想听她的 不要和她在一起 不要管她有什么实际的硬条件 你觉得很好 逼自己和她在一起 或者你觉得自己怕 没有人要强行去凶合 这些通常死的更快 不要和一些整个样子和形态 都是很位草根 很位下蓝的男女扯上关系 我真的要很直接说 我没有理由和你逗弹 逗什么弹 这个年代你觉得 还要像一些七八十后 和你逗弹 逗弹 逗一大个圈 都没有讲到重点的人 我真的要和大家说 你看下去很草根 例如 胡扔垃圾 抛垃圾的人 整个人很无路 你和他说话 他完全专心听不到你说话的人 一些口 女生来看男人一定会记住一样 你看他有没有一些坏习 你看他还不是厚看企 厚看企 厚看企的男人的口不停 不只是不停地说话 亨哥说话 吃烟 喝酒 喝些有气的东西 汽水 有气抗泉水 咀崩隆 或者是咀向后隔 口要不断地动 不断地动的人 这些人很重 很多其他人生的问题 我容后再说 当我男人的口要不断地动 不断地动 不断地用这些刺激的口看 就是我刚才说了 大堆的不良嗜好 基本上他断言这个男人 是完全不值得交往 完全不可以辅助终身 什么男人靠得住 是有potential 成为一个稍为优质的男人 可以静不下来的 可以静态听到你说话 可以静静地坐在那裡 所以 刚才我说的那些不良嗜好 都是一个人要不断地动 不断地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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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你基本上不用想 一定是一样最容易 可以分辨到这个人 又不能成材的质地 这个我是很精华地和你们说 我不过分地和你们分析 第二个点 必须要记住人是有高低智氛 生出来的有 你们可能会觉得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有脑细胞 大家的IQ差不多错了 很多人 你看上去是一个人 有手有脚有眼耳口鼻 跟你一样会说的 是同一种语言 但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 你们一定必须要记住 不是一个人有手有脚 你看上去是人 他就是一个人 你想想那个警察 性虐待 我可以告诉你 这件事我在这里再补充多一点 你看到他现在五岁 开始逼他自俗 逼他看咸片 你想想他从出生到五岁 这段期间 那个男生没有意识 还用潜意识去运作的时候 你想想这个爸爸搞了多少事 是吧 可能帮他自俗 在孩子的时候 已经不断搞他的性器官 搞他的乳头 搞他的下体 甚至都逼他很多次 看过他和他太太行房的东西 逼他看咸片 小小的时候 可能大大声播咸片 只不过这个小孩 在小时候 意识的记忆是没有的 所以 我真的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看上去是人 但其实不是人 真的不是人 不要觉得一个人 有手有脚有脑 他就是有情动 所以我的标题说什么 不要对恶人心存善念 你的善念留给对你好的人 我重复讲一次 我以前的影片的标题已经说过 影片里面也说过 对你不好的人 你都对他好 对你好的人 你何以为保 不要经常觉得你的懦弱 歇懦 翻译成为我有修养 我有礼貌 对你不好的人 完全不需要对他好的 不要经常人家 如果是你欺负后欺负面的收银 茶餐厅的人 对你欺负 你便会 麻烦 麻烦 对你好态度的人 是串共共 欺负了那款 这就是人的犯质 人的怯罗 承认自己的怯罗 才能改变到 00后你再改变 90后80后那些没有 最记住 不要花时间 金钱精神 在穷人身上 都是恶人 这些人 是不值得你花任何时间 不要浪费自己光阴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走得越来越快 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 你们以前 我想80 左右 80年代出生 人们会觉得小时候很慢 现在很快 90后00后 人们会觉得小时候很快 大时候更快 其实时间在压缩 时间真的越来越快 不要浪费精神时间 在任何你觉得 伤害过你 不值得的人身上 不要经常觉得 我有修 有去对他好 有个善心去对人 害死人 这句话 你不一定要报复 你不一定要捅回刀 你不需要再花时间 在这些人身上 是不是 这些都是我自己 血淋淋的经验 可以告诉你 不要再浪费自己光阴 不关女生 有什么青春事 男女都有青春 男女都听着 00后 不要浪费时间 在别人身上 就算那个人 你觉得好像表面上不错 但这个人如果他蓄意 令到你难堪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要消耗你 你都可以立刻放手 现在这个时间 走得越来越快 不要浪费自己光阴 还有一些我刚才说的消耗 穷人 惡人 基本上是消耗 消耗硬 切法会把你变成同样 我举个例子 你和一个很低程度的人 其实他的生活习惯 和整个形态都会影响你 一个很喜欢扔垃圾的人 例如说 他很没有公德心 你和这些人一起 就算你最初很不同意他做这件事 久而久之你的公德心都会缺少 一个口吃的人 你对着他三年 你不断和这个口吃的人去沟通 你都会口吃 一个辞会很少的人 你和他沟通 你都会没有什么辞会去表达你自己 你觉得家庭教育 身教很重要 其实成长之后 你经常强行对中人 例如你的伴侣 你的闺蜜 这个人都会影响你很厉害 不要忽略了这件事 所以 为什么会说很容易同化 人不是很容易劣化 因为人是犯战的 人是很容易向懒 去惰性的方便发展 而且女孩子不要常常想 找一个靠山 一个避风港 你留意一下 很多时候 男人去到四五十岁 其实都是一无所有居多 负债比资产更多 甚至根本连资产都没有 不要常常幻想 会有个人 可能带你一折去拯救你 真的会省一口气 当你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老狐狸只会看中了你 你年轻的 你会跟着我 甚至和我结婚 和我生孩子 到最后 你以为找到一个避风港 你才要避他这个风 你要去找一个港去避他 而且 穷人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不知不觉 你是觉得不知不觉 他是有心有意的 去略夺你的金钱和精神 所谓金钱和精神 其实真的不只是钱 不只是钱和资源 物质的东西 精神上都是很消耗的 例如他们会不断设法 去人生攻击你 说些东西 他们觉得能够够你 如果你是一个强大的 优秀的人 很难都会被推得到 很难被推得到 但是穷人他们会不断说些东西 令到他们觉得 我正在伤害你 其实这一下 斯泰连能伤害 你觉得你在做这些 雕虫小技 可以伤害到自己 而你把我这么多时间 在这个穷人身上 不要觉得穷人也有好人 我真的麻烦你们 一个金钱上穷的人 加上他精神上穷 加上他伤害你 不用想的 不要总是想着做救世主 或者有什么性无心 想着去拯救这些人 省点 你叫你省点 不要想着去拯救这些人 你宁愿 我可以很尖锐地说 你宁愿做一个有钱人的下巴 也不要帮一个穷人买单 所谓买单 不只是给钱那种买单 不要去拯救这些人 首尾的那种买单 你宁愿去帮一个有钱人手 你帮到他手 或者你做他的马 什么都好 总之你去帮他 你去跟他们一起 混习这些人 而且你们不要经常听那些穷男人说 有钱人怎么会给你什么 你错了 有钱人需要很多人帮他做 一个优质的人 一个优秀的人 找到钱的人 需要很多人帮他做 你浪费你的时间 或者用你的时间 不要浪费 你用你的时间 在人身上 价值远远大 比你困在一帮穷人 一起围牢取乱 不要去帮穷人买单 30岁之后 我以上说这些话 你会多谢我的 不用辩博 不用降 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了 你们父母都是切法 令到你们 成为一个稍为 希望你们推到你 一个好一点的阶层 高一点的阶层 是吧 那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什么穷人都有好人 哎呀 什么有钱人就是好人 你父母都一直在做 全世界都用这个标准去量博你 什么叫真正的成熟 成熟就是你懂得用利益去衡量这个世界 你就是成熟了 不要经常听那些穷人在那里发呆疯 虽然成功说不可以复制 但我也很建议你们 尽量去换自己阶层 一路这样换 不要害怕失去朋友 我有一条片讲过 不要害怕失去你前的旧同学 旧朋友 人是要不断地换阶层 换你的朋友圈 你证明你正在进步 你不是一个打到退 或者是原地踏步的人 围牢取乱没什么好玩 我知道是很舒服 同一些跟你跟着差不多低于你的人 你会拿到很大的存在感 你会觉得自己不太差 但这些人是 开始的时候帮不到你 去到中尾段 其实多数都是扯你后腿 这条片讲一下有十几分钟 最后我想和各位女生说 在看我这条片的零零厚 我祝福你们 不要这世人 都不要被人去PUA 我从我年轻到现在 无数的男男女女跟我说过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可以这样 你凭什么 你看看我今天是怎样 一句我都没有听到入耳 如果我听过一句入耳 真的觉得自己凭什么 我还没有成为今天的我 越多人去诋毁你 越多人去讲话 越多人去讲话 越压着你 你们就知道你向上的幅度是多强 我的同事 以前的旧同事 同学 或者是搞不搭疤 那些男人走过来 等等 跟我说这些 当你觉得 别人在踩你的时候 明明自己都不是特别优秀 都没有跳跃到阶层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打压自己 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多强大 你散了出来的气场 你的potential是有多高 所以不要去看小自己 不要被人飘到你 这个年代 你稍为努力一下 未来20年 你们这些00校都会变成中女 你们的运动是来到 只要你们不要被人拉到你下来 基本上就是一直向上 直走好像火箭那样 落堂